國家的運動員和傳媒不覺得是一件什麼事 但是對台灣來說,或者對我們來說,對我自己也是 我看的時候,不是吧,是什麼時候搞事 但是你回想,又不是一件什麼事 你說去到真的,炸炸彈,衝擊比賽,令比賽暫停 那些我覺得當然是不可以接受 但是,我又覺得除非這一班示威者是用暴力去抗議 否則的話,我覺得在一個這樣的情況,即使令到你進場的儀式受了的話 大家一定不是這麼好受的問題,又不用去到一個這麼極端的地步 就是說,哇,令到台灣蒙羞,出醜 令到台灣這麼難得有一次主辦國際城市的機會 都因為這些行為,而沒有了國際聲譽 我覺得這些全部都是有一點嚴過 反而我覺得這件事令到台灣更加被人承認 接納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我覺得這不是一件這麼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當時其實有一些記者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特別是外國的媒體,一到是以為是恐襲的 對 但是之後發現完了,只不過是一些示威遊行這樣衝出來 然後他們都覺得沒什麼大礙 最後一天入場就是台灣的隊伍 所以整群之後的運動員就一起進場 最後真的都喜喜揚揚,大家都很開心 但是當時其實原來那些握旗手 通常都是一些中學生為主 所以有些就在網上寫當時的經歷 就是被這些示威遊行的嚇生,有些就在哭 另外就是這一次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在之前其實都有一些爭議 就是那個媒體上面的宣傳小冊子 由這個國際大學體育聯合會 也是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的組織編讚的 這個手冊裡面寫在台灣就叫做中華台北 其實一直以來在國際大賽上面 通常台灣都會用中華台北這個名字 要追溯回其實就是去到1981年的時候 有一些台灣代表想參加奧運會 或者是世界少年棒球大賽也好 都是用中華台北,不是用台灣 因為他們覺得就是為了參賽 所以要付出代價 其實就是在當時台灣和國際奧委會 就簽署協議想解決中國大陸和台灣 就是兩個自稱都是中國的合法領導者 唯有這樣區別 曾經國際奧委會都有提議 可以用台灣的名字參賽 但是當年的國民黨就不接受這個建議 最後就一直用中華台北這個名字 就算現在在一些體育賽事 想改這個中華台北的名字 中國也會反對 所以這次在小冊子裏面 因為他介紹中華台北的時候 就是說中華台北是一個特殊的島 它的首府台北就是體驗台北文化的好地方 所以有些台灣的媒體就是說 真是的 中華台北是一個很特殊的島 因為中華台北的首都就是台北 即是他就說歡迎大家來到中華台北的台北 我覺得這個其實挺無聊的 當然中華台北是用這個名義去參加國際性的比賽 這個當然無可厚非 而且沿用了這麼多年 要改的時候可能有很多相關的手續 但是你作為一個主辦方 是的 其實應該是有兩個概念來的 你用中華台北的名義去參加這些活動 無論你說國際組織也好 這個名義和你地理位置的台灣是兩回事的 你可以仍然繼續介紹 台灣的首都就是台北 地理位置的台北的概念 不應該混合你 在這些國際組織的名義 即是各個名字而已 但實際上你不會逃避 這個就是台灣的 即是不需要 更何況 這是你的主場 怎樣才能體現到你的主場呢 我覺得這件事 台灣的民眾是有微言有批評 我覺得很正常 不要說自我矮化那件事 而且是混淆性 人家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台灣不台灣 中華台北的是一個特殊 特別的島嶼 即是這個我覺得是 完全沒有這樣的必要的 但是你說 你參與一些政治性的活動 或者這個是本身的政治性的會議 那你用一個台灣的名義去參加 那這個確實可能引來很多的風波 好了 那導演你就說 北京會抗議 那北京什麼時候抗議呢 看看 現在它抗不抗議 中國參加這麼多年的世界大 第一次我相信選手的人數是這麼少 不用一個團體的名義去參加 進場的時候一個選手都不進場 即是說 這一種其實就是向台灣施壓 是向蔡英文說 你用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發言 在抗議室上 好我就用這些方式去到向你說 你說這個是政治不政治化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事件裏面 你說政治化 經常都說 體育歸體育 政治歸政治 哪有這一回事的 本身 特別是這些國際性的城市 就是政治很重要的一部份來的 你不可能 兩者是完全是剝離的 這個是 自己欺忍的語言來的 反而就是說 我覺得 台灣這次是主辦了世大 這個世大運我覺得是有一個好處的 就是 向國際社會 特別是這些所謂中小型國家 是有一個示範的 就是 你即使財力不夠也好 其實是可以搞到國際城市